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的想定主要是在我国十处红色海滩之一的甲南海滩对方实施船团集结跟准备开始攻击对方的船团先在台中外海集结然后我方包含了我方的空军战机进行轮流的炸射也包含了直升机进行一个船团的攻击 然后一路对方还在进逼从15公里处发射雷霆2000火箭到7公里处进行火炮射击 对方一路进逼到离岸18公里跟6000公尺处也是进到6公里左右 已经准备要登岸了 所有的想定的演练就包含了后面的特战部队的直升机 包含了后方的火炮部队都开始在清理战场 让对方不能靠近 因为他的想定是其实这里有护水雷 对方还派扫雷艇来做 先攻击扫雷艇 后面的装甲抢摊登陆的这些船团 还有包含了他的这个车辆基建 才受到第二波的攻击 然后后面还有包含一旦对方登陆 我们要如何疏散兵力 这是今天早上主要的演练内容 那今天的科目敌军有上岸成功吗 今天有 因为包含了我国的装甲部队 或者是我国的相关部队 还要退到西滨公路那边 做暂时的掩护 争取一个防御众生 然后等到对方上来之后再聚而兼之 好 今天非常精彩的是 我们发射雷霆2000 对 刚刚学恩提到那个 我们在想定在离岸15公里的时候 雷霆2000发射嘛 我介绍一下雷霆2000这个 这个火火 飞弹 它是我们中科院从早期 我刚进中科院说的时候 是攻凤4型 攻凤6型 后来到雷霆2000 雷霆2000有三种型号 就是我们叫Mk15 Mk30到Mk45 它的范围就是15公里 30公里到45公里 好 雷霆2000是个怎么样的武器 因为炮兵叫远距离投资 它不是远距离投资 它是造成一个面的杀伤 那个面有多大 那个面大概是200公尺深 一公里宽的这么大的一个面 那雷霆2000打出去 这个火箭打出去之后 它在高空爆炸 那个弹是什么样的弹呢 我们叫做钢弹 就是一堆的母 雷霆2000是个母弹 母弹所以打出一堆上千的钢弹 撒在刚刚讲两公尺到 两百公尺到一公里这个范围之内 因为这个钢的爆炸力非常强 所以可以对这个面上面所有的装甲 包括船团做严重的急伤 这是一个反登陆 做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 那雷霆2000在中科医院研发的时候 那个有几件好玩的事情 我先讲一下雷霆2000它的机动力 雷霆2000它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雷霆2000 我们叫做自走式的炮车 飞弹火箭车 那有一段时间我们是用拖曳式的 为什么会有自走式跟拖曳式的呢 这差别在这样子 如果我们今天用自走式的 我们进入一个基地 它三分钟就可以担任战备 把飞弹打出去 打完之后 15分钟之后可以reloading完 就是重新装填完再打第二波 这个战力是非常强的 那我先要讲一下 我们在中科研发的时候 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这个自走式跟拖曳式的一个拉扯 按照军用规格 当时陆军在开一个中科院的 雷霆2000的规格 是要自走式的 可是因为自走式的这个车载台 是军用规格的 我们中科研买了第一台 买了前面几台做好之后 要量产的时候买不到了 美国不卖我们 他不卖我们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我们公开招标的时候 给我们一个 让我们永远标不到 永远标不到这个价钱 所以我想余将军可能有点印象 早期的雷霆奖金部署的时候 是用拖曳式的 只有一个拖车头拉个拖板 拖着跑的 这个故事我等会可以再讲 后来呢 我们总算经过南韩 跟德国买到了这个载台了 我们的武器研发 美国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帮我们忙的 它竟然可以用流标的方式 让我们雷霆奖金不能生产 我们雷霆奖金都生产完了以后呢 就开始要做战术测评的时候 要准备要大量生产的时候呢 我们要测试这个 因为是自走式 人员是坐在车里面 三个人坐在车 那个车前面那个驾驶坐的地方 还是整个色控的 色控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 所以它才可以马上 又开到下一个定点去作战 在发射的时候 人是坐在里面的 就是雷霆奖金在发射 人是坐在里面 那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 公安上面的那个凉度 用摇册 看里面的声音啊 震动啊 人会不会受得了 会不会很危险啊 都确定了以后 我们还是不太确定 我们想医药 要在做人体实验之前 是不是要先找动物实验 所以我们的证科院 那个时候 我们拿了一只狗 摆在里面 你们是小狗呢 摆了一只狼狗 一只狼狗摆在里面 那是我还在旁边看 摆在里面 然后我们先 我们很认真哦 我们先把狼狗 做完整的健康检查 一切指数 这样人健康检查 很完整哦 做完之后摆进 摆进去 摆进去 我们发射完 用遥控把雷霆奖金发射完之后 这把这只狗 再做一次健康检查 再观察一年 他还是健康的 安心了 这样我们人才 我们将来冠冰在里面 才是安全的 所以不要想看 中科院的原发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 OE-58D的发生意外 其实我们对人命的重视 是摆在第一的 永远摆在安全远远第一的 但这一次的汉光演习 应该是史上最多大陆 征搜船来征搜的汉光演习 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新闻谈到 大陆解放军 有两艘间谍船 勤搜我们汉光演习 锦江急剑还前往干扰监控 其实每一次演习的时候 尤其是对海 他们都会来 他一定会来 对海射击 而且我们射击 国军的演习 不是随便演习的 他要对海域做公告 因为如果打到 误入的船只 要赔的 就是国际纠纷 所以我们都已经完成了 整个演习的公告 哪些是危险海域 演习海域 禁止海域 都公布得非常清楚 所以对岸当然也知道 他知道 他故意就是要接触 你这个边缘 他也怕被打到 可是他不来不行 他一定要来 那曾经过有一次 就是这个船 他走得太近 那我们的看到 不能打 因为即使是演习开始 万一打出去 真的打到了这个船只 或许 就即使是对岸的船好了 打到了也是纠纷 也是相当的状况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 海军的舰艇 会在旁边stand by 这些船进来 我要去赶 我要去把他赶走 赶他们的侦艘船 对 我要把他赶走 就告诉你 你赶快走 有的时候是用 水泡没有那么强势 会用广播的 或者是用各种方式 请你走 那通常这些侦艘船 看到我们的船出去 它自然就会跑掉 它自然就会走掉 那这一次是来很多船吗 这一次它就是 可能也是因为 南海的关系 比较紧张 这个时候我们又在 实施汉光演习 他们这些解放军的 这些侦察船 它不来是不行的 它一定要来 它一定要来 因为它有任务要回报 它有任务要回报 可是它来了后 我们就不能演习了 因为第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用了 我们的紧张舰去驱赶他 请他离开 那通常我们要怎么驱赶他 通常你只要一接近 他就会跑了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做的什么坏事 那一靠近他就跑了 对 他知道 他自己做的不对 因为这是人家演习的公寓 人家有公告 那你跑到这么近来 人家的船过来 就告诉你是不对了 他很自在就会离开 其实你也不用开一枪一炮 你只要 我方的军舰有过去了 他们自然会离开 那可是如果你不出去 他就赖在那边 我看你要不要打 你敢不敢打 对 其实他心里也是很害怕的 万一我们真的开火了呢 子弹不长一眼 对 子弹不长一眼 子弹不会说 我们是熊山 对 所以这个部分 紧张见得过他必须要去驱离 而且这都是已经 我们预想好的剧本 他一定会来 每年都会来 每年演习 这些征搜船 监察船 没有不来的啦 包含了本岛 外岛 澎湖 甚至到台东外海 他们都会来 他们是一定要来 因为他要回去做他 我们在演习 这他们多大千载良风的机会 我可以看到 今天中华民国的国军 在演习什么 我要回去回报啊 这些都是他们解放军 他们的必要达成的任务 但是我们预判到了 我们就要赶他 不赶他我们也失职 好 那我们看到 在今天竟然 就在我们汉光演习的这个时候 对岸 我们再回到新闻 对岸公布了一张照片 什么照片呢 他们公开他们的图防利器 这部车是什么车啊 排雷车 排雷车 这个我们国家也有 我以前在担任营党的时候 我的单位就有一部这种车 只是它的载台不一样 它的载台是用 共军的T79式战车 那它公布这个照片的用意是 它将来如果要抢摊的话 会用这样的装甲车吗 其实公布这个照片 说句实话 我觉得是外行啦 我觉得是外行 这种排雷车 它根本没有办法用来抢摊上 它这是大规模内陆作战的时候 它用的抢摊车 因为它本身重达将近四十吨 它本身能够涉水 它不能浮游 不能浮游只能涉水的车 那出了运输 它就掉到海里去了 根本还没有给人家摊案排雷 它自己就已经淹没了 就灭顶了 所以说它排 它公布这个车型给我们之外 就是说 我有排雷车 但是呢 怎么运到 怎么运到台霞 对啊 它还没有公布 对 因为这台车不会游泳 它是不会游泳的车 它是过不来的 所以它是吓吓我们而已 它就是告诉你 我有 其实我们也有啊 我们也有 对 但这种车 就是不能用在登陆作战